第31题 31题到33题是题组 阅读下列文章回答31到33题 图左 早期的暗箱示意图 将黑暗的房间打一个小孔 使外面的景色映衬到墙上 图右 暗箱的工作原理 光线通过镜头 经过反光镜的反射 到达磨砂玻璃 并产生一个影像 把半透明的纸张放在玻璃上 即可勾画出景物的轮廓 暗箱的概念 早在公园前已经出现 古代学者如墨子 留意到光线通过小孔 可形成倒立影像 亚里斯多德在他的著作中 提及暗箱的概念 原始的暗箱 只是利用一个黑暗的房子 的一堵墙上的孔 将外面的景物投射到平面上 值得一提的是 尽管暗箱的概念 早在公园前已经出现 但要到1604年 伟大的数学家 克普勒 是第一个使用这个词的人 在15世纪 艺术家们 开始利用暗箱 做绘画的辅助工具 布鲁内 莱斯基 利用小孔成像原理 进行临摹 开创透视会示法 随着科技的进步 在16世纪 吉安巴 蒂斯塔 德拉 波尔塔 想出为暗箱 装上凸透镜 令影像更加清晰明亮 值得一提的是 这些暗箱 大多是无法随意搬动的工具 在17世纪 荷兰的著名画家 杨维尔梅 其画作风格 被19世纪中的学者 推断为使暗箱的技术 因而能够画出其特有的光影与质感 暗箱可以说 就是照相机的前身 某些历史学家认为 东西方画作的巨大差距 就来自光学研究的差距 所图为明代真金作品 又图为同时期 拉斐尔的画作 第三十一题是问 早期暗箱的光学原理类似何者 其实在前面的叙述中 已经告诉我们 它的运作的原理 就是所谓的小孔成像 真孔成像 所以我们的第三十一题问 早期暗箱的工作原理类似何者 我们答案选的是B 真孔成像 我答案选了 我答案选了